隋朝开国名将全臣杨肃 是孙文帝杨检的足弟 在隋朝扫平陈朝统一中国的进程中 杨肃自长江上游发起进攻 一路势入破竹立下赫赫战功 杨肃领兵十分厌酷 如果谁违反了军令 他就立即斩首绝不宽容 每次作战前都会寻找士兵的过失 然后杀掉 每次多到百余人少则十几人 而杨肃依然谈笑自如 两军对阵时 杨肃衔领一二百人前去迎敌 若取胜就算了 如果不取胜 百逃回来 无论多少全部斩首 然后再命令二三百人迎敌 不胜则继续招杀不悟 这样一来杨肃的不祥 对他极其委屈 作战时都有必死之心 所以战无不胜 杨肃也号称当时的名将 开皇十二年 杨肃人上书有培业 与上书左培业高九同长朝政 开皇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五百九十三年 孙文帝在齐州北建仁寿宫 令杨肃建造 杨肃一世大型土木 一山天堡 监督工程苛刻急切 一世之间 有上万名劳工死亡 而宫殿旁边竟然经常听到鬼哭之声 仁寿宫建成的时候 刚好又是酷热天气 一副民工 大多都死在路旁 杨肃竟然下令 全部就地焚烧 随着一天天显贵荣耀 杨肃的弟弟杨岳 叔父杨文思杨文继 以及祖父杨一 全部入朝任上书 个个位列宫情 他的几个儿子 没有汉马之劳 也都官至住过此时 内外亲戚乃至过去的下属 全部位列险要之之 这种险贵 自南北朝以来 无人能比 杨肃家中的普通有几千人 后院光是披罗挂彩的月季小妾 就数以千计 依仗自己的富贵 杨肃还广求家长 福地华丽奢侈 规模体制模仿皇宫 他的东京西京两地的住宅 早晨拆晚上见 营造修上从来不停 在其他各大城市 他的旅店水墨 良田花宅 都以成百上千来计算 当时人们议论纷纷 并因此而瞧不及他 可是这种险贵 还并未达到顶峰 公元604年 孙文迪病重 杨肃和兵部尚书柳树 皇门使郎渊言 等人入宫 当时太子杨广在大宝殿内 怕孙文迪有什么不测 想要预先防备 于是杨广亲自写了一封信 送给杨肃 杨肃记下公爱的行事 又报告给杨广 结果 送信的人 却误送到孙文迪住宿 孙文迪见信大怒 与此同时 孙文迪宠爱的陈贵人 又说杨广对他非礼 孙文迪于是大发脾气 准备召见一废太子杨幼 关键时刻 杨广与杨肃合谋 杨肃假传圣旨 派东宫士兵入国 所有人出入全部 由预文术过言决定 同时又命令右叔子 张衡守候 孙文迪的病情 结果孙文迪当天就去世了 因此朝廷另外 有很多猜疑与非议 隋扬帝继位以后 拜杨肃为司徒 又改封为楚伯公 他的儿子杨万师杨仁行 侄子杨玄挺 全部为一同三四 公元606年 杨肃再任上去世 十年62岁 长子杨玄感 继承爵位 但杨肃虽死 故事却没有结束 杨肃的儿子杨玄感 继承爵位之后 自认为代代尊贵显后 名众天下 朝中文武百官大多都是他父亲曾经的首相 又见隋扬帝继位后 朝刚日渐混乱 而隋扬帝也开始一天天猜忌杨玄感 杨玄感心中不安 于是与弟弟合谋 准备废掉隋扬帝 立秦王杨昊为帝 公元613年 隋扬帝第二次出征 杨玄感认为实际一道趁机反叛 结果屡战屡白 走投无路之际 令弟弟杨基善将自己杀死 此次反叛 杨肃所有七个儿子 全部被铸杀 正如史书所说 南北朝以来全臣富贵显赫如杨肃者 几乎没有 但史书没有说的是 南北朝以来的全臣 如杨肃者灭门之快 同样没有 杨肃固然善终 死后近七年 却惨遭灭门绝后之祸 隋书的作者还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杨肃专于智诈自立 不兴仁义之道 俄语君王随心所欲 迎建宫殿 使君王陷于奢侈 又谋划废除嫡子 致使国家陷于轻浮 最终宗庙成废墟 皇城为旷野 追寻货败根由 实隐杨肃缘故 虽然他侥幸得已善终 但儿子却开始反叛 坟上的土还没有干 就全家灭门 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 如何且长可久呢 历史上那些百年千年 甚至到现在 依然家族繁荣 人才辈出的家族 给到我们什么样的借鉴呢 我想就是苏氏在三怀唐名书的两句话 忠厚传家酒 诗书解释成 抖音 字幕 李宗盛